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潮人 那今天的話呢一樣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怎麼樣透過交易所來賺這個拉赫德幣 還有賺這個我們所需要的這個紅鑽石 那我上次有提到這個魔力井水的價格還不錯 非常的好賣 就是很好打然後也很好賣 但是過了兩三天之後 這個價格有所崩跌 有所崩跌 不過沒關係 先講一下怎麼樣打這個魔力井水比較快 首先呢 我有提到嘛就是這個魔力井水的話 主要是打這個精英怪 那精英怪的話呢 以我所待的這個地圖來講 比方說我在佛羅雷斯的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就找這個怪物 那這裡的話呢 有一隻這個巨型暗影行者 這隻的話呢就是精英怪 精英怪 那當然有可能很多人都想要打魔力井水 那他的這個數量啊就會變少了 但是也沒有關係喔 因為這個遊戲的話它是有分流的 所以如果說呢你發現 哎呀這個精英怪好多人在搶的時候呢 你可以點開這個地圖 然後這邊的話呢你就可以選擇分流 那你看到一到五分流都是很多人的 五十五十滿載的狀態 你就可以找一些人比較少的 譬如說可以選十三 十三的話只有八個人 八個人應該是八個人的意思啦 這個地圖目前有八個人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可以換來這邊 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打這個精英怪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遇到其他玩家來跟你搶啦 當然你如果說你在採礦啊 或者是參加活動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搶資源 比較不會輸給人家 因為我之前一開始不知道啦 參加什麼挖礦活動的時候 到了分流剛剛人比較多了 根本搶不到任何東西 後來就是換分流之後就比較好解決了 這個是第一個 魔力精髓的話你可以換到比較少人的分流去打 那再來就是 因為目前魔力精髓的部分的話價格有所崩跌嘛 有所崩跌就是崩蠻快的 那為了讓你的東西能夠快速的賣出去 所以在這邊呢就是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怎麼樣讓你的東西快點賣出去啊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善用這個取消出售的功能 取消出售 因為你把這個東西取消出售的話呢 它是不用成本的 包含你上架的時候也不用成本的 所以你要善用這個功能 我東西一段時間賣不掉代表所有價格太貴了嘛 那我就快點把它取消出售 然後呢 點擊一下我的東西 然後看一下目前行情 哎呀最低是27780 那我為了讓我自己能夠快點賣掉 我就給它出最低價 27770 OK就這樣子就這樣子也不會被扣手續費 很方便啊 因為現在這個模擬井水真的好多人在打 我們來看一下像以這個 這裡來看的話 剛剛那個模擬井水在哪邊 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現在庫存有918組啊 很多一開始在賣的時候賣41500的時候 那時候庫存大概都只有10幾組而已 那現在的話變得非常的多 那如果說沒有擺最低價格的話 等於說 我可能還要跟好幾百個人競爭啊 所以用這種方式是最好賣的 就是最低價 那如果說再過幾分鐘 也是一樣沒有被賣掉 就是一樣沒有被買走 那也一樣就是可以快點取消出售 然後再擺更低了 中了一天 一定會第一個順位被買到的 好了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賺差價 就是像我隨便點個東西好了 譬如說我可能點這個 迷霧記憶重錘 那迷霧記憶重錘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最低價交易是10500 假設說原本這個迷霧記憶重錘 架上面有東西的話 有些人可能傻乎乎的 他在擺東西的時候呢 這個系統啊 就會幫他預設最低價 幫他預設最低價 如果說他沒有特別注意的話 就會以最低價格上去賣了 那我這把迷霧記憶重錘呢 其實我買的價格是買 這把是光的嘛 我買5300 買5300 因為我看一下喔 這是10500 我是買這個的光的 在這邊 5300 因為最低價的話是5000 哎呀 剛好就有了5300了 買買買買 哎呀 等一下喔 這是我的裝備 燈錄 喔沒有沒有看錯了 等一下購買 迷霧記憶重錘 購買 為什麼沒辦法買 無飯坐 哎呀被買走了 被買走了 被買走了 沒看到 就是剛好有人賣5300了 剛好就看到了 我剛剛沒辦法買 哎呀好可惜喔 結果太慢了 速度太慢了 就是有些人他會不知道 然後他就用系統預設最低價拿去賣 像剛剛這樣子就是了 其實我 我已經搶到兩隻了 就是也不是 也不是可以去找的 就是偶爾這樣子看而已 因為我這兩天的話跑去那個台北玩嘛 好就偶爾看 哎呦怎麼有人賣5300 就拉下來 哎又有人賣5300拉下來 然後拉下來之後呢 我就以這個行情上好的價格再低一點點去賣 就很快就賣掉了 好就這樣子 所以呢 目前的話我的身家已經將近百萬了 如果說呢 我把這個米霧機種水賣掉的錢呢 12萬跟這個微弱的模擬井水 1萬領出來的話 應該就破百萬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這100萬的話呢 如果換成這個紅鑽石 應該可以換大概1萬 1萬2700紅鑽石左右 應該可以啦 因為紅鑽石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取得 像目前的話如果玩家 他要買這個拉赫德幣的話嘛 他必須要花150的這個 未綁定的紅鑽石 好那我們可以在這邊 買等一下 加後拉赫德幣 好這邊的話呢 就有寫 好你賣1萬格的話 好可以賣多少錢 那系統預設是60 所以有些人呢 他沒有調整的話 系統就會以60 紅鑽石去把它賣 好那正常來講 我們可以賣140 140的話就非常的好 賣就瞬間就被拉掉了 好目前架上 有沒有看到140 那是因為瞬間被拉掉 好那這樣子的話 140再扣掉12.5%的手續費 大概就是拿回120幾塊錢 所以我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呢 已經幫自己累積了 大概有將近 1萬紅鑽石的身家了 那這個禮包啊 這個禮包的話 基本上來講 也是可以買的 差不多可以買了 在這邊 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 等一下 模靈傳說 這個16800 這個我要買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 多大問題的 好不過呢 我想要持續的累積 我的這個錢啊 好感覺 蠻愉快的 蠻愉快的 蠻喜歡看到這種 財富累積的過程 好當然除此是比較快啊 但是玩遊戲嘛 玩遊戲的話 就是這樣慢慢累積 也有不同的一個 快樂的體驗 OK 就是這樣子 簡單的分享 祝福各位朋友 能夠透過交易所 來賺到自己 所需要的資源啦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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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